最後就到part B2的第三part 問我們穿過B,C,D的圓形會不會穿過F點 就是問你會不會四點共緣 我們可以看看剛剛part B2的第二part 就曾經說過.product出來是0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by B2 我們會有AB垂直boy C AD又會垂直.E 所以如果我們回到一開始這幅圖 我先插了這些東西 我們會有AB垂直bc 接著AD有垂直de 留意今天問我們b.b.cf是不是共緣 其實共緣你會知道其實只有兩種做法 一是四邊形對角加起來是180度 或者有converse of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的情況 今天有沒有呢?今天是有的 因為如果你這隻是90度 其實旁邊就是90度 這隻90度旁邊就是90度 你看到在這個四邊形下 這個就是converse of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 所以我們可以寫就是由於fbc和edc都是90度 由於angle fbc 等於angle 這隻的edc是90度 所以我們會有bcdfr concicrate共緣中文的同學 定理就是converse of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 中文的同學就是同工形上的原則 譯定理 所以最後回答別人就是yes 就是這樣 我成功做到這一題了 這次可以給我擲